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看243喜作第三題 這個題目,我個人覺得給他一個讚 但是這個題目其實是個參考問題 這個是一個基本題目 這個題目他跟你說 有一個方程式長這個樣子 然後他有兩個小題 第一小題問你說 如果這個c呢,它是一個圓 請問這k的範圍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這個c它退化變成一個點 請問這個圓 這個k的範圍是多少 k的值是多少 那當然要回答這個問題 同學第一件事情 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要先做什麼動作呢 先做配方的動作 來,同學 x平方-2kx 來,我們把它配方 這個顯得會變成x怎麼樣 減掉k的平方 來,老師等你一下 這樣可以嗎? 你看,x平方有沒有 減掉2倍的kx 有沒有 這樣子,ok齁 好,接下來 同學我換個顏色的模式 比如說,老師如果用藍色 來,y平方 這邊減掉2倍的y 來,這兩個我們也來做配方 這邊會變成y怎樣 減1的平方 對嗎?同學 配方我現在可以合理的假設 你應該算是蠻熟的 好,會等於多少呢? 我們現在把這個2k跟這個4 先移到等號的右邊 變成-2k 加4-1過來變成-4 可是同學你知道 配方的過程裡面 左邊是不是多了一個k平方 所以右邊這裡 要補一個k平方給他 這裡是不是多了一個1 所以右邊也要補一個1給他 所以這個式子 我們來把它重新的整理一下 你配方之後它變成s-k的平方 再加上y-1的平方 會等於 來,這裡是k平方 減幾個k? 減兩個k 減4再加1 是減掉多少? 減掉3 好,老師目前解到這邊 同學你有沒有任何問題? 沒有問題嗎? 那同學到底 什麼情況下它會是一個圓呢? 當然就是這個k平方-2k-3 怎麼樣? 大於0的時候 因為這個東西它是半斤的平方 半斤的平方 所以同學我們要回答第一個問題 如果c是一個圓 來,c表示一個圓的話 如果這個c它代表是一個圓的方程式 那麼就代表 同學這個k平方-2k 所以 再減3 應該要大於0 對不對? 等於0的時候會退化 變成一個圓 小於0就沒有同行 所以大於0表示一個圓 那當然我們要來解這個k的二次不等次 我們要先來做一次分解 這個分解出來是變成k怎麼樣? k加1 乘上k 減掉3 大於0 小學 真的沒有問題嗎? 是不是這樣 所以從這裡 同學應該可以看出來k的範圍 比大的大 或者比小的小 它有兩根 同學你還記得嗎? 我們高一有時候學的這個 二次的一個不等次 解不等次就是解等次 就是解方程次 所以先找出它兩根 負1 還有一根叫做3 對不對? 那最大根的右邊 這個是正號區 接下來是負的 這個是正號區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以前就有句話這樣講 我們說大於在哪裡? 大於在哪邊 對不對? 比大的大 或者比小的小 然後小於的話 是不是範圍就集中在中間 大於在哪邊 小於在中間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 K加1乘K-3大於1 一定是比最大根還要大 或者比最小的根還要小 好這樣子 比大的大比小的小 所以K 來解的 你的K一定怎麼樣? 大於3 或你的K一定會小了多少? 負0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第一小題 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的第二小題 他問你說 如果這個C 它表示一個點 這個C如果表示它是一個點的話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同學 右邊這個東西已經變成0 就是說它半徑兩個0 它這個圓就退化 就縮小變成一個點 所以同學你就知道 當它是一個點的時候 代表K的平方 減兩倍的K 減3 要等於0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 K加1 乘K-3 會等於0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K 算出來 應該等到多少 等於負1 或者是多少 或者是3 對不對? K算出來也是負1或3 那我想這個題目其實不會很難 其實最重要還是它的配方 配方出來之後 想一下 就很簡單 好 謝謝各位同學